首先,多謝各位傳媒朋友,今日出席我的記者會, 記者會主要是想總結今次補選的結論和前景的看法, 所以我的記者知道會的內容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單就今次補選作出三四點總結, 然後還有一個建議,建議也是有三四點, 首先我覺得今次補選,大家看到和上次姚松言的選舉補選, 最大分別是多了馮檢基,基本上是兩大陣營對壘, 但看投票結果,大家看到仍然是兩大陣營對壘, 一個十萬票,一個九萬多票, 所以兩大陣營對壘的政治生態仍然沒有改變, 在兩大陣營對壘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反而建制派的變動是比較少的, 大家看到陳凱欣和鄭泳迅的票數差距大約一千票, 即是說它動動他們的選舉機器, 上次拿到十萬票多些,今次又拿到十萬票多些, 所以基本上那個分別不大, 亦可看到兩次的動員都是十萬票多些, 其實這幾是建制派, 在九龍西起碼現金的幾到盡頭所得的票數, 非建制派從票數來看,我覺得是跌了, 當然要看馮檢基那萬二票算是什麽, 因為非建制派在投票前不時都說馮檢基不是非建制派, 其實他都想和我劃清界線,即是非建制派那邊, 第二劃清界線之後,非建制派如果你要投票, 就麻煩你投給李卓人,就不是投給馮檢基, 我覺得目的是想這樣, 但是如果目的是想這樣, 而馮檢基得的票理論上, 經非建制派的定位,馮檢基的定位, 理論上馮檢基得的萬二票, 應該絕大部份不是非建制派, 當然因為沒有做民意調查, 所以我們不可以很清楚說出那萬二票是來自哪裏, 但是非建制派那些宣布,我猜他們有這個目的, 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 非建制派就比較大件事, 因為大家看到過往九龍西, 九龍西五個立法會選區之中, 是最多選民支持非建制派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三分之二, 即是65%以上, 最高試過70%是投票給非建制派的候選人, 大家知道一般來說, 我們說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對壘是6比4, 6是非建制派,4是建制派, 我再講一次,九龍西是65比35, 由上次變成1比1,即是5050, 今次可能是50幾多點, 和40幾的比, 因為如果你用李卓人的得票是9萬多, 這邊是10萬多點, 變成差了13000幾票,有沒有記錯, 這13000幾票大概是4%左右, 即是說是52對48, 純粹是兩個陣營的票數比,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 那個勢是在跌下來, 即是用九龍西計, 即是65,60,50,40幾, 雖然是40幾, 結論是兩大陣營的對壘, 因為馮檢基出來之後, 起不到第三個可能性出來, 就算有也好, 這個可能性都是小的,即是1萬2票, 不過待會建議跟我再解釋, 講多一點這些地方, 而我的了解就是, 為什麽馮檢基出來是什麽原因呢, 當時我參選又講了一些很實際的原因, 但一些分析的原因, 因為大家做訪問, 我們講了很多分析, 現在不是學術討論, 所以我通常不會將分析告訴大家, 但今天總結我覺得可以講, 就是公開一路我自己參選的原因, 第一,我就是對非建制派取消初選, 我覺得回到協商的陰點, 我們不能接受, 因為三十八十年代, 當年中英聯合聲明, 就說特首是協商或選舉產生, 而當時我們的頭和華叔和媽媽前, 都覺得是協商不能接受, 所以內部討論裏面, 我們一致同意, 如果將來寫基本法, 一定要撕走協商, 因為協商一定會造成聲大鴿惡, 有才有勢,有權有勢, 那些就是協商贏的, 否則是普通一個團體, 一個個人基本上沒有機會, 但按國際公約,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投票, 有權參選,有權被提名, 協商就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當時我們都是動員派內的人和社會, 就是反對基本法特首用協商產生出來, 後來中央政府都接受我們的意見, 所以基本法就是用最終普選產生, 可以嗎? 所以三十幾年前, 我自己有份參與這個反對中英聯合聲明的協商, 而講出那麼多的道理, 到今天我們已經在一月有一個初選制度出來之後, 我不覺得我們要回頭, 即是非建制派都有一個發展過程, 由惡志為政,到能夠走在一起, 到肯協商, 到現在我們可以有個初選制度, 我是完全不願意將初選制度走回頭, 而那個初選制度如果再記得, 就是我經常講的,大家真的要看那段片, 就是1月15日我們執行官鍾廷耀博士, 他公佈初選結果, 他一個總結, 他覺得我們作為一個走向民主的社會, 不單止要爭取政府的特首, 以至立法會的所有議席, 是普選產生, 而作為民間的團體政治和政治組織, 能夠內部都會用一個民主的制度, 去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這個是民主社會裡面另類重要的一步, 因為我政府是一個制度, 但是你作為一個政治團體, 政治的派系, 你能夠內部有一個民主制度出來的話, 這是我們將那種民主的信念, 直跟到每一個團體每個人那裏, 他還說如果建制派都想搞這些初選, 他願意幫忙搞, 當然要推廣一下, 你看到現在歐美的民主國家, 如果一些同一政黨要參選, 都是內部要做很多初選, 所以初選其實是民主社會裡面, 一個政治組織, 一個政治派應該也必須要做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好像講少少歷史, 我看到有些記者都是第一次, 可能都少見面, 所以在4月尾的時候, 民業曾經是書面給民主動力, 要求在接下來的選舉, 當然大家都同意劉小麗是優先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處理Pan B的問題, 因為上次有人被DQ, 希望能夠討論DQ的Pan B的初選制度, 講明是討論Pan B的初選制度, 現在李卓人在外面說, Pan B從來都沒有人要求討論, 有人要求民業入了信, 而且那個討論, 因為民業只有他的正式代表, 我說沒有理由我們自己參選人, 在整個檢討為討論裡面, 沒有我們那三個參選, 上次初選的人都不能參加, 所以我們希望到時做檢討會議, 參選人都可以參與, 這大概是民協的討論, 而我同時WhatsApp了給趙家賢, 說民協的討論差不多的內容, 不過是馮檢基的意見, 希望檢討上次初選, 第二是討論Pan B, 第三是馮檢基, 我自己有興趣上來討論, 到我走那天7月中, 文協都沒有收到福訊, 我自己到今天, 都沒有收到趙家賢答我半個字, 為何說這段話呢, 為何馮檢基那麼緊張要初選Pan B, 三十年前我們做的事, 現在我們反了三十年前, 我們跟中央政府爭的事, 我要回到這裏, 在這情況下, 於是看到我的參選,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就是民生的問題, 我這個不長講, 因為講了太長, 就會變成會, 那民生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郵寄政綱, 即是我網上放在網上, 就是我有五大政綱, 再加一些另類的觀點, 五大政綱裏面的點出, 所以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勞, 全部是有問題, 我放了我的建議進去, 幾個大問題, 我將會變成我日後建議的重點工作, 因為有幾樣東西都是死人的, 即是家居照顧是死人的, 現在的教育制度, 學童自殺是愈來愈嚴重的, 即是我覺得這個政府不能不利, 我這又不重複, 因為今天電體人說, 我都不知道這個政綱是甚麼, 其實我有這樣的政綱給大家, 這也是我參選, 我希望透過選舉過程裏面, 可以大力地講出這個問題, 希望逼到政府做事, 還有一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這是我很少公開講的, 因為我自己區裏面, 以前跟街坊的關係, 認識, 開會, 越來越多聲音, 對非建制派很多事件不滿意, 而且覺得越來越多人, 未必會再投票給非建制派, 所以有個風在轉, 即是有些社區的人, 以前支持民主派, 現在叫非建制派, 就可以脫出來了, 剛巧中庭耀教授, 中庭耀博士, 港大研究民調中心, 剛剛投票前四天, 出出一個民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個民調裏面, 結論跟我準備參選的其中一個, 我認為有可能, 除了參選過程裏面, 講自己的論點外, 是有機會贏的, 就是說, 有49%的人, 問他們自己覺得自己是什麽, 有些說我是民主派, 我是建制派, 我是什麽派, 有49%就說自己, 我又不是民主派, 我不是非建制派, 我又不是建制派, 有些說自己是中立的, 有些說自己是另類路線的人, 就是說, 其實有49%, 當時我估計有二、三十個%而已, 如果是這類的人, 是飛了出來, 是放棄了所謂非建制派的話, 即馮檢基的參選, 是不是就是要將這份裏面的人, 是罵過來,去支持馮檢基呢? 這個數目如果真是他們積極地投票參與, 是不少的, 當然鍾廷要說是49%, 這就是我自己參選和看到, 最後結論都不是, 結論都是兩陣罪女, 其他就是那49%, 或者我所說的我自己估計的二、三十個% 是可能沒有出來投票, 根本就是找不到一個是他值得支持的候選人, 這是我第一個觀點要說的, 第二個觀點要說的是, 在整個選舉過程裏面,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面書和專頁, 都看到我離開文協之後, 即7月中開始, 多了在那些面書網上和其他人討論, 聊天或者回應, 發覺一路越發展, 越多人進來跟我談, 之前罵多的, 即是上年17年, 即是說我民協有興趣初選, 參加三月的補選, 就開始被人罵了, 接著就是非建制派說我們搞初選了, 就罵得更厲害了, 到我做了Pan B之後, 就鋪天蓋地地罵, 直到我說我不玩Pan B了, 才收了一段, 到五月當宣布李卓人說會做劉小麗的Pan B, 那些罵的事情又出來了, 不時出來, 那些人怕我出來選, 不想逢得參選, 但在7月之後, 那個聲音是有些變動, 即是多了人進來跟我討論, 問我問題, 事實是這樣, 為何你還要這樣, 我要很多解釋, 我多了跟這些, 人列布很多人告訴我, 有些真正中自己的名字, 很多都是本土新一代的年青人, 這些人有很多的意見給我, 一直談的過程裡面, 又多了一些網台節目, 或者那些寫評論的人多了支持, 我為何說這麼多事情, 因為討論的過程裡面, 很多這些新一代的年青人, 都不同意, 都不同意, 非建制派自己自己滲滲滲, 斬碰一個人出來的就是李卓人, 所以這更加鼓勵我, 覺得堅持這個, 要有初選, 民主上正確, 至少網上有人支持, 第三是新一代的人支持, 新一代的人支持, 對馮檢基來說是愚獲自保, 直到我驅念做的工作, 三、四十年來服務的人, 工作的對象都是中年, 年紀大的人為主, 所以有幫年青人能夠這樣談, 我覺得是好的, 這個情況就會看到, 這批人是其中一批, 我覺得是甩開了非建制派的組群, 當然我不可以籠統地說, 這個本土派就等於跟我談的網上, 大家知道本土派都分開了自己的不同派系, 所以有些可能是自己之間都有不同意見, 剛巧就有批人進來跟我談, 這對我來說更加覺得要一直發展過程裡面, 我自己要考慮, 選不選不選不選是選, 這是一個對我來說重要的過程, 很多這些年青的一代就會覺得, 他們很不滿就是非建制派大佬霸氣, 他講一句就說了事, 他們的意見是不聽, 他覺得如果真的要他們得到他們的信任和支持, 他覺得哪部份都要用民主的運作方式, 第二就是要言行一致, 第三就是要公開,公開透明度高, 然後一致我猜大家都可能會看到, 很多網民都覺得這幾年裡面, 民主派經常都是, 一就是顧大局, 二就是關鍵一票, 三就是我們要頂住, 即是內地對我們的影響, 這些方向原則他們都同意, 但落實是他覺得非建制派很多時候做不到, 譬如關鍵一票, 大家可能最近都在討論, 譬如李卓仁, 因為他真是關鍵一票支持收張委員會, 給主席有權趕人, 開始才拿上大會討論, 譬如一些重要議案, 非建制派港道, 即是拿命的, 一地兩檢, 憲制的問題, 我們不能有失, 但到討論投票那天, 有些人不在, 有些人離開了香港的別處, 所以這些都令到這班年青人很失望, 講了那麼多東西,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現在非建制派裡面, 已經有一堆人脫開了非建制派, 你都可以叫非建制派, 因為如果二分, 建制派就是非建制派, 但如果二分之下, 你再將非建制派再看多些, 原來這班對傳統的非建制派, 有些人叫大台, 是完全不接受的, 即是不接受大台的, 我又不知怎樣可以, 將這班人是否可以變成第三派呢, 甚至是第四派呢, 現在我們覺得, 不是那麼容易簡單, 可以幫他們安排派名, 尤其是非建制派裡面, 就是有一班人, 是完全不接受大台, 不接受大台, 以前就是含裏投票, 由姚松言那次開始, 就開始不含裏投票, 因為應該有人呼籲招討等等, 所以就會出現投票率不高, 第三點我想提的是, 我自己的參選, 按剛才所講的幾個目的, 究竟是否在選舉過程裡面做得到呢, 我覺得選舉過程裡面, 是帶起了那個, 要有初選, 以及要贏建制兩個的對壘, 因為非建制派一直打出, 就是關鍵一票, 我們要保住, 我要跟建制派撐, 這票不失得, 我一直帶出來, 就是要有初選, 要有民主, 當你非建制派有一個民主制度的時候, 就自然拿到票, 自然贏, 如果當你非建制派, 用一個不民主的方式, 譬如協商音點, 基本上人們會走, 於是你拿不到票, 於是你贏不到, 最初這個聲音是難的, 但我覺得去到最後階段, 即投票前的一兩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是經過辯論出來之後, 是多人聽得到, 以及多人都同意認同, 非建制派做這個候選人選擇的時候, 是應該要有初選的, 另一個多討論的就是戒票, 究竟阿基有沒有戒李卓人的票呢, 我覺得如果要很認真地去看這個問題, 除非你做了一個民調, 即投阿基那些票是12,500, 他們為什麽原因投給阿基呢, 如果不投給阿基, 即是阿基不參選, 你的票會走到哪裏呢, 否則你沒有辦法下一個結論, 阿基戒了李卓人那些票, 但我們只能夠做一個類似的題目的研究, 就是鍾廷耀的民調, 鍾廷耀的民調, 如果比較清楚就指示出, 大概是一個, 我的票,即是當日, 我的票是有,即是今次的民調, 姚崇賢有問, 你投給馮染基, 至上一次的補選, 你投給誰呢, 我又有9.2%來自鄭榮訊, 11.8%來自姚崇賢, 即是說兩邊, 我都在吸他們的票, 因為有5%的不差, 所以那2%的差別, 是等於差不多一樣, 我當10% 即是說, 在民調出來的結論, 就是說, 馮染基又拿了陳可欣的10%, 又拿了李卓人的10% 當你每邊都拿走10%的時候, 其實相對地是, 他們拿多少票的競爭, 是沒有受我每邊拿走10%的影響, 那反正如, 我如果不出的話, 我又給他10%又給他10% 為何會說沒有影響呢, 因為上一次他們兩個大概拿了10萬票, 如果我拿走鄭榮訊的10%頂1萬, 我拿走姚崇賢的10%又是1萬, 當他們兩個都是10萬, 回到來變成9萬, 所以沒有影響他們兩個陣營的對壢, 如果我不出, 即是我拿了他們的票, 還給他們, 那兩個都變回10萬, 所以又是沒有影響他們的得票, 而令他們贏輸的效果, 所以從鍾廷堯的民調,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 給我一個比較客觀的理據, 因為他在研究, 是奉劍機器是沒有戒票的, 但我當然沒有戒票還沒有戒票, 我也是承認我拿票不夠, 所以導致這次輸, 當然拿票不夠不可以賴其他人, 一定是自己的, 無論你是人手不足, 你的資源不足, 你的宣傳機器不夠大, 你的動員能力不夠大, 導致你拿自己支持者的票不夠多, 於是你不輸, 我這個分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東西想問, 接下來我想講建議, 因為今早都有些教授, 雖然我漏了一個, 今早你講今早我記得, 因為港台問我一個問題, 令我想起我面, 我漏了, 我寫了的, 我漏了忘記說, 今日港台都問我, 你這樣選完之後, 人家說你不是非建制派, 你將來怎樣處理你和非建制派的關係呢, 你和人家出人, 還不是同路人呢, 我當時的答是, 因為今次的選舉, 是我反對非建制派, 用一個不民主的方式去處理Plan B, 所以我說在這件事件上, 我和非建制派, 包括他們作人, 是不是同路人, 如果是同路人, 我不會自己走出來輸, 但是將來, 如果任何事件, 特別是民主問題的事件, 大家都要去爭民主, 一起跟某些, 譬如官方、中央, 去咬手瓜的, 大家目標是一致的話, 在那些問題上,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同路人, 補充這個, 是誰呢? 我是順部記者王淺, 我想問一下今朝都有教授, 其實今次你和白人出來選, 其實馬上對選民來說, 是呈現一個黨內斗爭的現象, 令到可能比較中間, 或者比較溫和一點的選民, 會勸出來後, 你覺得其實是否有那些影響, 雖然沒有解決, 第一, 已經是沒有了黨內這兩個字, 因為第一, 我已經在七月中離開一民協, 即是我本身自己是沒有政黨背景, 第二, 就是非建制派已經不時強調, 即是我們非建制派已經不認, 不認馮檢基是非建制派, 剛才我開始講這個, 其實趙家賢和一些元老級的人, 都講過很多次, 當然說這些說話, 是不是都已經反映了, 即是兩個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什麼我不會說, 是不同, 起碼不是同一個黨, 不是同一類, 才有我離開民協, 他們又說我不是, 於是我覺得, 如果你看完這些, 即是這兩個月裏面, 我只是離開民協一個行動, 其實我沒有說自己是什麼派, 但非建制派和元老級的人都不時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時想把馮檢基推出來, 如果這個訊息是清楚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教授的結論, 不是, 即是問題不是人家要怎樣定義你, 而是你怎樣定義自己, 學者覺得同樣是民主派出身的兩個人, 因為內部分金, 令到選民同學又好, 但他們覺得很紛亂, 你怎樣定義自己才是個問題, 是趙家賢或者其他人定義? 我路的定義是, 我現在是一個沒有政黨背景, 獨立爭取民主的人士, 即是民主派嗎? 派是一個組織, 派是一堆東西,一堆人, 我爭取民主的人士, 就是我不將自己扔到任何組織裡面, 所以叫做獨立, 明白嗎? 即是一個獨立的民主派人士, 現在都不僅止馮檢基, 其實獨立的民主派人士, 這個社會上也不僅止馮檢基一個, 所以我要講這件事。 其實我的問題是, 我再講一次, 我想補充講。 民主派內部有些紛爭, 令到選民投票很低, 雖然你說自己是獨立, 沒有黨派, 但你都是民主派的一段, 這件事你承不承認, 其實是因為你已經出選, 令到選民的投票欲低, 或者一些人不想投呢? 投票欲高還是低, 我又覺得真的要做研究, 因為有48萬多個選民, 即是我怎樣有50幾個%沒有出來投, 於是你要問問50幾個%是什麼原因, 不驚吵吵, 你出來跟他吵吵, 所以我不投, 你就可以有這樣的結論, 但從我的結論來講, 今次的投票率不低, 大家記得, 通常投票率最高就是大選那次, 當補選已經比大選投票率低, 即是姚松言那次, 即是3月那次, 你看到他比投票率低到14% 如果很短時間之內, 再做一次補選, 投票率第二次補選應該比第一次補選更低, 除非有一個很大的事件, 激起市民覺得我非跑出來投, 某些人不可, 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的情況都是一般的話, 應該第二次比第一次更低, 但你看到今次的投票, 即是首月25日, 除了是第二次的投票補選之外, 還是下雨, 還是天氣冷, 加上這些外在客觀的情況, 相對於311那次是更差的, 即是說如果投票率比311再低3、2%, 甚至4、5%, 我們都覺得有這些所謂的客觀因素影響投票, 但如果它是一樣, 我當它一樣, 即是0.03, 它是一樣, 即是原本是他預期比上次低的, 現在保持一樣的話, 其實是高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不覺得是低的, 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之前都說過, 如果民主派繼續用那種陰典的方式去選候選, 你會考慮參選, 如果2020那屆的滿屆的話, 可能民主派繼續用那種方式去選候選, 你會不會出選, 你會不會參與了他們搞一條左選, 你會不會去呢? 你怎麼看自己身份? 我選完在點票中心, 我的講法是這樣的, 即是說一個欠民主欠了大半生的人, 每一次有些不民主的東西, 我們都出來欠出來砌, 當然那時欠和砌, 多數都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問題, 我們都是拋身出來去做的, 在這個問題上, 即是說如果是非建制派, 甚至是建制派, 即是仍然都用一些, 我應該要罵建制派的, 即是現在一個國際都市, 一個這麼文明的社會, 我們六成人中學畢業的大學生越來越多, 為何建制派都還要是陰點呢? 還要協商呢? 我經常說兩個人擔擔, 即是說如果一些不民主的情況繼續出現, 馮檢基不是隨用我的方式去反這些不民主, 當於反這些不民主的話, 可用的方法都會用, 而可用的方法是包括參選或者不參選, 我當時的說法, 即是可以包括參選, 如果發覺好像今次這樣, 原來參選對反不民主是有幫助的, 對反不民主這種文化是有個挑戰的, 對反不民主令到一些搞不民主工作的人有個反省, 那你就參選吧, 原來你參選是完全沒有用的, 沒有效果的, 那就無謂參選了, 我想問你如何覺得你今次參選對反不民主是有幫助的? 起碼引起了社會的討論, 起碼辯論上, 大家每一個辯論都要, 即除非你不看辯論, 你都會聽到這個訊息, 起碼網上是差不多過, 即是, 我記得這樣說, 寫上來, 而不是都會罵我, 非建制派自己決定不關你何時, 除了這類言論, 真是跟我討論的, 越來越多人寫非建制派要有初選, 不可以再關門自己定人, 非建制派如果真的在2020那屆去搞初選, 你會不會去嘗試初選, 那你又會用甚麼新聞? 當然你很多的估計是怎樣, 我們要看看到時的非建制派, 所謂初選制度是怎樣, 如果初選制度沒有偏頗的, 很公正的, 那我就可以了, 即如果你說到制度本身我都收貨, 那我想來做甚麼? 我不需要用選舉一切, 所以你要整個制度拿出來看看是怎樣。 這次, 即是計程度到盡都是萬個票, 那未來2020年有沒有排除, 即是你會參選, 但其實萬點票是不夠, 拿一隻狗龍西的話, 那這個會不會是你等一下的考慮因素, 就是你試了些票都不夠的時候, 會不會再出來參選? 大家要知道, 比例代表制, 和單日值單票兩個制度是兩類的, 即是兩類制度, 如果是比例代表制, 所以你能夠保證你自己拿到某個比例的票 你就可以贏了議席 單議席單票你要拿大多數 大多數通常如果一個光譜由零到一百的話 你可能在中間五十就要退二十五點 你才能拿大多數 變成由二十五到七十五 那組人都能夠投你票你就贏了 又或者你是一百的 你怎樣退到五十那裡都投你票你就贏了 但如果是比例代表有六個議席的話 說就拿十六個Percent一定贏 但其實你看到上次的經驗 是八到十個Percent都可以贏得到 所以這就是你自己有沒有保證可以拿到 你估計自己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現在的工作 包括到時競選的工作過程 是能夠拿到八到十個Percent 那根據國王議員都要至少兩萬票才能夠進入 那個比例來的 因為兩萬票未必定可以的 你看到時現在48個Percent 不是48萬選民 你現在只有萬年 即是萬年是否你已經按不到盡票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還能夠考不考慮 我就不想現在討論那個數目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得票數目 因為這次我現在大家都有知道 就是我九月才開始籌組 只有兩個月時間還要求籤呢 所以才叫大家找這些朋友進來幫忙助選 如果你從那個宣傳的內容 以至宣傳的網上的工作拍片那些 這個我覺得完全我們跟其他的兩隊 除了數量上面的多少有分別之外 我覺得我們的內容和宣傳的推廣不是太差 當然因為這麼少時間去搞個助選團 一定是那個落地的組織 落地的散落去不同的區開街站 我要不要走上樓上去做家訪 這個我們是完全做不到的 街站可以做到 但是家訪那些我們做不到的 所以那個散落去每一個角落去 動員那些人去投票 我要承認這個我們這次是差的 你覺得萬二票裡面有多少是來自那四成九的既非建制又非建制的人 另外你覺得有些網上支持多了 會承認著這個氣勢下去的2020年出來當初 我待會講建議吧 建議有少少跟你相似 你出來第一個是怎樣分到它出來的 我沒有做好似宗教授、宗博士 是用那個方法去做個調查 你沒有做調查你是分不到的 那些可以來自我剛才所講的非非兩邊 一個可能來自我自己的支持者 一些可能來自我曾經服務過他 他覺得幾天有幫到我們重建 原居安置,幫我們搞定一些醫療失誤 他又令到醫療失誤可以落到合理的賠償 可能因為這樣而投票的 但你現在分不到的 這個我沒有辦法分 還有其他嗎 我下去建議的部分好嗎 建議的部分我第一個就是要建議給中央政府 因為香港現在是兩大陣營的對壘 我覺得中央政府千萬不要有個妄想 說我建制派打到你非建制派殘為止 讓你舉手投降 作為一個是政府 作為政治 你除非有日你能夠毀滅它 否則這件事都會纏著你 所以作為一個政治,特別是共產黨定式 要搞好這個地方的政治 一定是在一個我叫恰當的時間 令到那件事可以雙贏 現在不是九革命 不是四五十年代你和國民黨你死我活 現在香港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既然你作為一個國家 你已經用基本法公開承諾 給香港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而這個基本法當年 中國也派總理去英國國會 美國國會到處宣傳 將來處理香港問題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基本法 即是說你做不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這是中國的失敗 你做不到基本法落實 都是中國的失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這個時間 是否中央政府應該重新檢討 怎樣香港能夠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還是否好像過往那三四年 我不知道是否那個雨傘 對他們好像胡椒粉式的刺激 就是走過龍 走過龍有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出了一個 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白皮書 那個白皮書就是很老爸舊兒 這樣的態度語氣對香港 第二個那些官員經常公開講 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 第三就是雙補選 第一次告訴我們 2007年可以有雙補選 2005年宣布2007年不搞雙補選 然後2007年宣布2017年可以有雙補選 到了2015年又出了831 831起碼香港人覺得這是假的普選 當然如果大家有看過我本書 就是可以魔鬼變天使 現在不是講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這些情況 其實你們在打擊中 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可以實踐到 亦打擊到香港人 基本法是否真的可以落實 每一條都可以落實 所以我覺得中央政府在這個時間 應該是他自己要首先走第一步 就是給香港人有個信心 真的要搞一國兩制 基本法是真的 這是我第一個建議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令到香港的政治可以平衡到 即是建制和非建制 第二點我要講的 我的建議就是 我是準備和另外一些朋友 成立一個壓力團體 壓力團體就是希望能夠集中有焦點和強而有力 就是香港那些我們已經認為不能接受的議題 是和林鄭挑戰林鄭和她咬手瓜 因為幾個議題都是死人的 一個就是家居照顧 因為建不夠院舍 因為日間的中心不夠 政府這幾年叫最好家人照顧病人 你的親戚 你的子女 你的配偶 你的愛心一定比其他人多 而且你24小時一起住 就是最好的 以往就給1000元一個月 在一些經濟上限之下的人 7月開始給2000元 但是看到這幾年 每年都有5、6個 是老婆殺死老公 老公殺死老婆 子女殺死老婆 爸爸媽媽 如果大家有看那套戲 《一念無明》 那套戲的情況是在幾個事件上完全一樣的 第二個就是學生自殺 大家留意數字 從2015年到現在 是有100個學生自殺 只是10月有5個 10月有5個 最小的是10歲 為什麼這麼小的小朋友 會犧牲自己 放棄自己 放棄家 放棄爸爸媽媽 放棄自己的同學仔 老師 我覺得這一個都是嫌多的 另外有劏房 大家知道現在劏房很小 是100呎住爸爸媽媽 一兩個小朋友 基本上是沒有地方讀書 沒有辦法給他交朋友 現在大概有7、8萬個小朋友 是住在這些劏房 你將7、8萬這一代的小朋友 毀滅了他的童年時代 這7、8萬個小朋友 通常一排市區排7年才上到公屋 一天未上到公屋的話 你這些小朋友 基本上是讀書不好 學歷不好 認識不到學 去不到大學 學不到專科的東西 你將來怎樣在社會裡面生存呢 還有醫療 醫療來簡單說 就是我們現在香港 一個這麼富庶的城市 我們有4萬億的總資產 我們有1萬億的儲備盈餘 我們在醫療上的GDP是4% 新加坡是8% 整個亞洲和我們級數的經濟社會 的國家都是最少的8% 我們的醫生就是1000個人 只有1.9個醫生 新加坡是2.3% 德國是5.6%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自然醫生不夠 病人要排隊 長期病患者要覆診 要一年兩年 所以這些問題我全部都可以使人 將會是我們新的壓力團體 當然會再在這4個問題上 怎樣排優遲 就是重點要做的工作 補充一件事 我們現在的壓力團體 就是團體本身自己是不參政的 團體本身不會派人參選 所以這一點我要說 就是這一個多月 在網絡上 認識了很多新的年輕一代 特別跟他們討論開 就是一些在囚的抗爭者 根據他們說 就是他們對這些抗爭者的認識 其實這班都是熱血青年來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特別是 有兩班抗爭者 非建制派在幫忙的 它有兩個基金 一個是幫DQ的幾個議員 另外一批是幫一些再囚抗爭者 只是幫商學三子加13個 重立法會那些 但其他年初二是沒有的 年初二那班 雖然大家看電視 你們覺得很多嚴峻的情況出現 但我覺得嚴峻極 相對於我們看其他的暴力事件 通常是乘機打爛雙碟玻璃 偷這樣、偷這樣、搶那樣 但這班人他們的動機 都是希望香港能夠有民主 他們的心本身都是愛香港 最年輕的是十四歲 最短的是兩年半 這是梁振英 我很反感 用一個暴亂條例去告他們 暴亂條例告一眾就是兩年 但要用其他條例的 例如襲警、打架、破壞 那些條例告就不會那麼嚴峻 現在最短的時間是兩年半 最長的時間就是六、七年 一個年輕人出來可能有很多疾事 有很多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跟他們談到 他們想怎樣 有些甚麼可以幫到手 特別想出來找事做 是很難的 我是否可以做到一些社企 是可以幫到這班人 有份工 可以養殖機 甚至你知道社企 可以發展成為老闆 所以看看這是否一個出路 幫到他們 所以這大概是我四個建議 三個建議 壓力團體其實有些甚麼成員呢 今次其實民協、李駿一直都幫你斬台 沒有跟大隊 其實他之後是否會繼續幫你在壓力團體上 因為壓力團體還未完成所有組織工作 因為我們幫手 我告訴大家是我們有七個人 但因為七個人組織之後 我們還要問每一個人是否參加 即他要填申請表、會費 才叫做正式成員 有人可以幫你籌組不參加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都講不到壓力團體的成員是哪些人 李駿今次是我多謝他幫忙的 但李駿到現在我還未跟他 通常壓力團體我還未開始收會 我都不跟任何人去討論 你會入會他入會 即是沒有拘捕其他人 所以你會參加這個壓力團體 跟李駿成在一起 除了是今次選舉的酒席幫手之外 其實我16年選完立法會 所以他已經在民協安排上 已經是過來接這個區的工作 所以其實這兩年多 我會經常跟李駿一起做這樣做那樣 是,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你剛剛說壓力團體是不會參政 但你之前也有講過 壓力團體其實都需要有原體立法會幫忙 其實你會否在19年都會想參加區議會 會否真作為一個基督 當壓力團體你自己找到剛才的目標 例如我舉例用家居照顧 即是老公殺死老婆自殺那種情況 如果你真的要將它變成一個壓力 所有可以幫到這個工作的人 在團體我們都要找它幫忙 一個就是你怎樣去動員到那些有問題的家庭 他肯走出來講 第二,甚至做這類工作的社工 或是那些輔導員可以出來講 不是出來講幫忙爭 當然大家知道,如果你是議員身份 不同級都不同,政府對你的對待 就是能夠抓到那個決策者出來談 我們過往的經驗當然就是 如果你是立法會的議員 你更能夠找到那些局長級 如果你是一個區員的話 通常地區的頭你都找得到的 如果是房屋的總經理那些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這件事 而能夠希望做到事半功倍呢 當然能夠就是我們跟到一些議員 或者一些團體都有這類的議員 又肯做同樣的事件的話 那就一起合作 所以那個團體不是必須要自己有不同級的議員 當然你自己的團體裡面有不同級的議員 你就更加快,因為它一起跟你討論 這個經驗就是80年代我當時是做公屋評議會職員的 總幹事,後來我又選了市政局議員 後來政府又找了我做防委會委員 所以在這兩個官方身份之下 我很快就可以將一些防屋議題 在防委會裡面要求討論和談 也試過很容易說服一些處長 甚至防委會的委員會主席 來到深水埔,來到九龍城看重建問題 一些地區究竟問題 就算是事件局,我不是委員 因為我是立法會議員 那天九龍年代,我是捉到林忠倫的事件局總裁 但是1997之前,討法是不肯讓深水埔做任何重建 說地價便宜,賺不到錢 當轉到事件局之後 可以拔到林忠倫總裁帶著幾個總監一起來 我跟他逛街,這條街可以拆,這條街可以拆 這條街可以重建,這條街可以多很多地方 這條街可以這樣,走過深水埔,走過九龍城 自從這個之後,大概2000年開始 六七個重建計劃就在九龍城深水埔出現 所以我覺得你有一個原因是方便到你的 但這個人不是必須又是這個壓力團體的成員 有人肯幫助,有人對這個工作肯投入,一樣可以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政黨,所有人的政治背景,我們是不理的 你當我閉眼,我不理什麼政治背景 我們要拆,剛才說的,我要拆家居照顧,我要拆劏房 不肯出來和我一起拆就行 所以其實團體的人,未來都可以用一些個人名義 或者獨立商品 一定要用個人名義 以及你一定是爭取問題的解決,改善 大家基本上是相同的 你就不要將你自己背後的政黨帶進來 你背後的政黨叫一頓死 一個馮掩機對著李卓人進來的壓力團體,就不要搞這些 其實是否建制派你們都覺得OK 到現在來講,我們還未有任何一個建制派在我們這堆人裏面 將來怎樣,就等那個成立,正式加入壓力團體 他選了做主席、書記、財政、委員,由那班人決定 但現在籌組又沒有這些人 OK,有沒有問題? 好,謝謝,謝謝你